另外我们也来关心的是国民党决议 核四停工不续建 财经手掌全面备战 但是大家担心这股汇市会不会像 这个2000年一样 这个一喊停建核四指数就狂泻 今天台股的最近状况 赶快联系交给记者子凌 这主播核四呢 现在可能会停工 那股市表现到底如何呢 台股今天一开盘就跳水跌了93点 指数越走越低 所有肋股一片绿油油 只有水泥股是一只独秀的 那其中呢 像是用电量比较大的企业台积电股价 开盘小跌0.42% 鸿海群创有打股价 也是跌得比清点重 跌幅达1%以上 金融股一片惨率 只有大力光 还有联发科是万绿从中一点红股价 那像那个大力光的股价是再创新高 所以呢 刚刚让盘中的指数有稍微拉回一点 目前现在是大概是80几点左右 那不过呢 股市专家也说 如果台股没有回问呢 恐怕会回测8600多点 那财政部长张盛合刚刚在上班之前呢 也有表示说 对台股市有信心的 认为上个礼拜五呢 事前已经反应一番了 上个礼拜五跌得这么重 所以呢 现在呢 应该接下来会地空出境 那股市会回到基本面 而且国安基金呢 也会事迹 等候在 如果真的是有一个重大的跌幅之后 会再出场 会再进场来伺机护盘 以上是现场一个最新的情况 我们把镜头还给棚内主播 好 国安基金再不进场 而目前呢 台股市一片绿油油 稍后自行状况 带您关注 好 国安基金再不进场